今天收到一個全所未有的邀約 就是這桌上 全部都是卡吉特的千層蛋糕 18個味道 然後要我在裡面去挑出來6種最喜歡的 在復興節的時候大家可以訂購給自己的爸爸 雖然我很愛千層蛋糕啦 但是沒有想到這次要吃這麼多千層蛋糕 我也是有點受寵若驚 而且我最近也知道我在那個瘦身中 結果今天就是 那我們稍微介紹一下給我的口味 首先這邊是有 英式伯爵、荔枝跟太肥椒糖 然後蜂蜜、巧克力跟雷亞 然後這邊是Oreo、布丁跟芋頭 然後這邊有紅豆、珍珠、抹茶 然後這邊有藍莓、草莓、法式牛奶 背裡是鹽燒跟芒果奶酪 太爽了 他大概品牌已經十幾多 十年、十三年前左右 那個時候我還在念大學 然後那時候女朋友都會頂便宜又好吃 然後那時候市面上千層蛋糕也很少 所以那時候吃到就蠻喜歡 而且又是台灣自由品牌 他也有吃到一些其他品牌的 但是後來還是覺得 原本的這個台灣味我還是真的覺得蠻不錯 然後看他們也一直創新又推成出新 所以我自己是蠻推台灣在地自由品牌 十八個口味 我不能只吃一口 我要全部吃完 這很硬耶 我從來沒有吃過這麼多塊 不過我們還是不要浪費食物 那等一下我們就開始一塊一塊試吃 給一到五分 就是我自己喜歡的味道 然後我們最後集結六塊最強的 吹出湯瑪真男人父親節禮盒 男子漢也喜歡的塔吉特甜點 你知道吃東西是有個順序 所以我要先從比較少接觸的口味開始進行 所以我現在先從 從豆珍珠抹茶開始 我們剛剛已經從冷凍庫拿出來超過大概 十到十五分鐘是最佳食用 不然它會太硬或太軟 那我們現在開始試吃 大叔的罩門 黑糖珍珠 黑糖味很重 然後珍珠非常Q 好像真的是打一杯珍珠奶茶倒到蛋糕裡一樣 對我而言有點略甜 但是喜歡甜食的應該OK 這個給先刪好了 再來是 有金剛抹茶 哇漂亮 它的抹茶很香 然後有時候台灣有些抹茶的冰淇淋或製品會太甜 但是它不會太甜 然後它的茶香味還蠻重的 所以我其實蠻喜歡這一款 這款我可能給 4.5 我其實之前就有叫過 再來是紅豆 其實紅豆也是我一個罩門 我有時候也會怕紅豆太甜 所以我這個就沒吃過 我來試試看一下 大叔的味只有3塊蛋糕的容量 好飽 一樣那個茶香茶味很不錯 但是 它加入了紅豆 紅豆不會太甜 然後又增加一點細緻的味道 這樣搭配其實也蠻不錯 這個給示範好了 再來第一輪結束 接下來第二回 貝里斯牛奶 鹽燒提拉跟芒果奶凍 鹽燒提拉 應該就是提拉米蘇 不甜 我真的很怕太甜的提拉米蘇 咖啡粉 那個味道還蠻重 還蠻濃郁的 但是不會太搶戲 也不會到太苦 所以這提拉也不錯 這個我給3分 再來是貝里斯牛奶 貝里斯奶酒這個好耶 但是它沒有什麼貝里斯奶酒喝起來 直接喝那麼濃 還是有點清香的 然後一點微微的酒味 這個不錯 這給4分 再來是芒果奶凍 那有一塊芒果橙 不是蒸果橙 這個很棒 它的芒果 吃起來有點像冰沙的感覺 沒有絞勁 但是進去就會化掉 但是又沒有沙的 芒果味很重 應該是台灣芒果 這給4分 這已經超過我了 一年的甜食色情料 接下來是下一段 這個叫做 紅蜜彩虹 好漂亮喔 其實蠻漂亮的 有酒 有蜂蜜 很清爽 無法分析味道 好吃 4分 蜂蜜味算蠻重的 然後會殘留 每一層顏色我吃不出來啦 但是酒味 也有可能是 蜂蜜酒嗎 再來是 Showgirl巧克力 修格拉巧克力 這濃郁喔 這好 酒味倒不會很重 這個比較甜 貝貝不能接受的 但是 買這個蛋糕 通常都是孩子 那孩子 也許會對巧克力比較有興趣 也不是爸爸一個人吃的爽 六種口味結合 所以我一定覺得 還是要有個巧克力 當個基本款 所以我覺得給他4分 然後再來這個 弗雷亞起司 弗雷亞是 希臘神話的女生 然後這叫雷亞起司 然後我扶他 他這個是我愛的 酒量黑櫻桃放在裡面 因為冰的關係 那個黑櫻桃 然後有點沙沙的 酒味也不會很重 櫻桃味也不錯 這個大概有 3.5 3.5 千層 千層蛋糕是 自由飽足感的 如果我今天是美食大胃王 我就是 乾乾 就是千千上面變 狠了 天天 會歪一邊嘛 Oreo 我覺得我要高血壓了 有點太甜了 大叔快Hold不住了 喜歡Oreo的 這很棒 它非常的Oreo 但對大叔而言 大叔有點痛苦 大叔給 2分 因為真的太高糖 這個是 焦糖布丁 曾幾何時 我也是一個熱愛布丁的孩子 但我慢慢長大了 現在也比較少吃布丁了 應該說它嚼 這桶是布丁不錯吃 對大叔而言 還是有點偏甜 兩顆心 煎奶醇玉 這個聞了啦 有兩種人 一個是吃芋頭跟不吃芋頭 公司大概 不吃芋頭比較多 我也不知道芋頭錯 芋頭不想好的啊 我剛剛感覺有人用芋頭投食車在丟我 喜歡芋頭的爸爸 必推啦 4.5沒問題 如果爸爸不喜歡芋頭 這個可能有點難過就是 這芋頭非常棒 超芋 過芋了啦 剩 剩最後六個口味了 快飽 飽滿到天靈蓋這樣 現在要進行的口味是 梨泰英 荔枝優格 泰菲焦糖 跟英式伯爵 黎智英跟 梨泰院都會喜歡的東西 我天天就是 講話就是real 泰菲焦糖 這個焦糖 對於上了年紀的男人 真的是一個痛 我們真的看到焦糖就 焦頭爛了 泰菲在焦糖有點 兩顆心 因為對大叔而言 真的還是 有點太甜 有我很愛吃糖的大叔 請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我身邊遇到的 他超愛吃糖 這個不錯喔 荔枝優 其實我會吃的甜點也不多 我最愛的甜點就是 蛤荔露 肉桂捲 香蕉蛋糕 先整排 大概這些 很帥氣的硬漢應該都會吃這些甜點 裡面那個荔枝優格 你咬進去喔 是在裡面滑動 你知道 那個荔枝很軟 那個優格就這樣 在你嘴巴裡面刷 刷唇在 這不錯 這有點讓我猶豫了 4 4 4 定番 殷式的殷式伯爵 我相信這世界上應該沒有人 吃千層賣 吃到吐出來 有沒有 我應該是第一個 一定要 4.5 茶香 不會太甜 剛好 我記得這算他們一個經典款 殷式伯爵 對 最後進入到 鴨荔 藍莓甜心 草莓甜心 海莓嗨甜心 法式牛奶 我曾經以為 這是我放在最後會最快樂的 想到我現在 有點 有點拿它沒轍了 我對法式牛奶抱有高度的期望 奶味不錯 略甜 三顆 但是我感覺到它在裡面的柔滑跟細緻感 可能想要追求那個法式甜點的感覺 再來是藍莓甜心 我也是個梅子控 就是吃Cold Stone 我一定吃什麼 美美好正 美大美小啊 美美萊油啊 玫瑰同名眼啊 美美好可愛 之類的 微博今天跟我抱怨它的玻璃心 因為它在我的 電台頻道放了一首印度歌被打到暗虛 平民百萬富翁的主題曲耶 超藍莓 這個讚的 這個我覺得BBY會喜歡 4.5 酸蓋掉的甜 好 18個口味 最後一關 想不到我以為我們10萬的企劃 拍之前我可以養好我的身體 去挑戰一些大吃的東西 結果我現在 就已經被華甜乳了 最後是 諾基的愛 草莓甜心 跟藍莓比起來它酸味較低 甜度較高 所以這草莓甜心我給它3.5 你的甜點大叔已經下線了 就算是中和 麥董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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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抵擋不了甜點連續的味醬公司 還好我真的沒有在接食物業配耶 因為真的好可怕喔 我希望明年 只要有一年一次就好了 甜點真的是我罩門中的罩門 如果看過我影片就知道我應該很少吃甜點齁 只要你有心意送爸爸好吃的蛋糕 大家全家一起同樂的相信這個 加滴滴生蠔心 爸爸吃的甜甜也笑開懷 十八王牌瞞天過海 入選的六個口味 金剛抹茶 英式伯爵 藍莓甜心 鮮奶醇芋 芒果奶豆 蜂蜜彩虹 荔枝牛奶 好七種口味已經選完了 還有一個被選 因為有人可能不吃芋頭 非常不明顯 不過沒關係 諾基會想辦法顯示這六種被選衣的名稱上去 我覺得我現在走在路上 我會被彩虹 我會被彩蜜 因為我很甜 今天吃一個零食奇異的小七花 因為原本廠商只是邀請我試吃 但我覺得 哇一次十八種 人生可以一次吃這麼多喜歡的東西 我覺得拍一拍做個紀錄也是蠻好 那剛剛挑的口味呢 其實都很好吃 但是因為我自己個人的喜好 就是跟我有一個合作 所以我選了我比較喜歡 覺得推薦給 像我這個年紀 我上了很年紀的男生 應該可以接受的口味 那也非常感謝塔吉特 這次找我來合作這個 對很有趣的事情 那我也希望這個蛋糕呢 大家會喜歡 那就在這邊先祝大家父親節快樂 快樂 如果你喜歡或不喜歡這支影片 就可以幫我按讚訂閱跟分享喔 我們下次再來吃更多有趣的東西 希望你喜歡收看這個 美食大胃王天天 好 掰掰